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下午的第一個講題 現在即將要開始 那題目是設計一個 Mobile API SDK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我們歡迎主講者Cloud 好,謝謝大家 比我想像中來的人都蠻多的 我以為這個主題應該大家比較沒興趣 那我想先在我講之前 我想先請問一下各位 目前有在開發Mobile App的 可以大概舉個手讓我知道嗎 好,這麼多人 那其中有寫iOS的 可以把手續舉著 人還蠻多的嘛 比我想像中多蠻多的 因為這次我們的SDK 主要第一階段是focus在iOS上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今天可能講一些比較簡單易懂 讓大家明瞭 我在這次在開發Mobile API SDK的時候 遇到一些心路歷程 好,這是我 然後我叫Cloud Song 然後你可以叫我Cloud就可以了 然後我現在認知於皮克邦 是一個皮克邦的雜工 之前我很有幸的跟一群很厲害的企劃 一起做了一陣子的企劃 然後我那時候本來想成為很屌的企劃 但是我發覺有一群更屌的工程師在皮克邦 所以我到了皮克邦當工程師 然後我希望可以成為跟他們一樣屌的工程師 這是我的理想啦 我的理想 OK 那今天的主題呢 我希望盡量No Coding Required 就是大家如果不熟 Objective C也沒有關係 那熟是最好啦 那不熟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盡量 有用過的從皮克邦撈資料的嗎 可以舉個手讓我們知道嗎 好,沒有 非常的酷 對 因為其實對我而言 我一開始在學Objective C的時候 我也覺得 這個Objective C大部分都是控制 iOS上,iPhone上面,iPad上面的UI 這些很炫的 function,很炫的特效 我應該要怎麼樣方塊旋轉啊 我應該要怎麼樣方塊旋轉啊 飛 in、飛 out啊 這些好像很屌很厲害的視覺化界面 我的一個想法就是 What the fuck 這知道什麼東西啊 因為這跟我之前學過的可能Objective C 因為我是一個蠻 蠻注重在Objective C上面的人 那當初如果對Web有一些沒有這麼了解的地方 它這個文件其實會對一些使用者造成蠻大的門檻 令人抓頭的Aros HP header裡面到底包了些什麼東西 到底是讓Json Passer呢 還是要把這些東西全部丟到Unestationary裡面 傳回來的資料型態到底跟 它傳回來的資料型態到底跟我設的物件資料型態也不一樣 我記得我那時候卡的最久就是 到底什麼是NUO 什麼是什麼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麼接 這NSNUO NUO還是NEO 這三個我覺得一開始 到底你要怎麼接 就是你可能對於PHP的後台來講 它就是空置串 可是在Objective C裡面 它可能被判斷成NSNUO 也有可能是NEO 看你有沒有接到它 如果你知道它就是NEO 沒有接到它就NSNUO 然後裡面的一個資料型態叫NUO 然後也有可能是完整的NUO 這東西更不可能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給我自己一個想法 我已經GG了 那時候我真的已經GG了 我真的舉送到頭翔 所以在當時我就一直想說好吧 那我就是硬著頭皮來學這個東西 到底它是怎麼樣的 我到底OROS要怎麼串 這些東西要怎麼串 然後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皮克邦這幾年間 我大概經手了這一些APP 有七支Blog App 然後皮克邦行動管家 皮克邦上傳精靈 每次咬一咬Picenet Album 還有一個叫Saving Handlines 之前是我做 現在已經變成另外一個同事在接手的東西 然後我一直發覺說 如果我在這樣子寫Code狀況下 我一直再回到找API的那一頁 知道API怎麼串 你們也知道 如果在場大家都是工程師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作為一個懶惰的工程師 怎麼能忍受一直寫一樣的Code 應該大家都有一樣的想法嘛 所以我其實在做這麼多時候 在做這麼多的專案以後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一個Network的Class 就是專門就是 反正我把這套東西處理出來 這套東西處理出來 可是每次都發覺它其實沒有這麼夠用 我相信在場的大部分 其實的開發者都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所以呢 我在今年的三月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構想 就是我想要做一個讓世界和平的事情 我就要做一個Picenet SDK 當然因為我的專長 目前的專長是iOS 所以我就先foriOS 所以我那時候對我自己定的目標 在這個專案裡面 我應該要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第一個是 我必須降低工程師的開發門檻 尤其在Objective-C這塊領域上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不一定每個Objective-C的工程師 或是Java的工程師 都一定會要懂 那種Web、Oros、Xros、什麼ros的真正方式 或是一定要知道API怎麼接 黑的要怎麼串 或是拿到資料回來應該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不一定他們要知道 如果有一個更方便的模式 可以讓他們快速的把資料串回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 可以降低開發者的門檻 第二個是 用官方幫你包好重複性很高的Class 這樣你們就有一個非常標準的Class 可以去運用 當然這當然是Open Source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弄回去自己改一些 我們也非常歡迎 然後我們也非常歡迎 如果你有一些 因為這在Github上其實有啦 所以我也歡迎有一些Pro Request 可以過來 然後可以跟我們討論一些 哪邊做會更好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也更希望 像今年在三月 匹克幫其實在這個華山有辦一個Hack Song 那主要我們今年的目標還是讓我們的Data 可以讓被更多好點子利用 然後再幫得到第一點 如果能降低什麼門檻的話 應該就會有更多的好點子會在上面 最後一個是上傳到Coclapath 讓開發者可以更好impose這整個專案 那Coclapath是一個 算是一個插扣的相依性管理軟體啦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sirparty的class 你都可以透過Coclapath上傳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我會demo一段給大家看 要怎麼樣把這個impose到你的專案裡面 OK 於是呢我們一開始我寫了一份文件 文件就是這個 就是大概長這樣子的文件 然後輕重的架構有幾樣 是我一定要規範好的 首先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大項目 我們一個人來解釋 第一個就是 我應該要完成什麼樣的事情啊 然後最主要的是Coding style 然後在這邊的Coding style 我採用了New York Times的Coding style 那這個Coding style的規範其實在Github上也有 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那主要就是盡量把 這個Coding style就是盡量把文字寫完 不要BTN 這個Button不要寫成BTN 然後把所有字都寫完 然後用陀峰式的大小寫 應該大家常在Coding應該都知道 然後這個也是最符合我們現在 在我們Mobile Team裡面的專案的 每個人寫的模式 就是雖然說還是有點出入 但是它是最好被fixed的 所以我們選擇了這一個 接下來呢我們看到的是相依性 在相依性的部分我們選擇了 Apple直接給我們的Reachability Reachability其實它就是用來偵測iPhone 到底有沒有連到網路上 或是用來偵測iPhone到底現在是3G呢 是訊號不好的3G 訊號好的3G 還是Wi-Fi呢 是訊號好的Wi-Fi 還是訊號不好的Wi-Fi 是5G呢還是2.4G 就用Reachability都可以做得到 然後另外一個是 AL System Utilities 這個呢是相依在Reachability上面的 它其實可以更方便讓你知道 整隻iPhone現在系統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是採用了這個 底層用Reachability 然後我們直接溝通的 直接溝通的Method 其實就是用AL System Utilities來做 讓我們知道現在iPhone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 我在這個專案裡面 class的架構 這個架構呢 我當初想的真的是超簡單的 就是User只要透過 我們有一個檔案 叫做PeaceNet SDK.h 你只要Import這個檔案以後 你就可以用剩下我們裡面 幾個檔案功能 然後包括了Login 包括了Blog 包括了Album 包括了Social 還有包括了GuessBook 這些功能 那我當初想的非常簡單 反正就是我裡面 如果我只要 如果我是初學使用者 我只要Bundle一個 PeaceNet SDK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資料 然後如果你是高階使用者 你想要知道裡面到底在幹嘛 你就去Import不同的 你就去Import其他的檔案 大概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我當初的想法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一些範例 我天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天真的以為 這樣就是完整的規範了 所以我擺出了一個這樣子的表情 非常的得意 當時我的表情正是這樣子 我永遠忘不掉 我跟我的同事們在Present的時候 我都覺得 完成了一件 嗯 好像很厲害的事情 結果 後面證實呢 真的是 人算不如天算 然後到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後面就會講到 OK 那我們遇到多少問題呢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是 Messor到底怎麼命名 雖然說我們用了CodingStyle 有沒有設定CodingStyle 但是大家的命名法都不一樣 像我習慣用Get 然後我的Partner習慣用Fitch 我習慣用Post 然後加Update什麼 他習慣直接用Update 那當然 或是一些變數的命名法 哪些變數在哪些時候要怎麼用 然後這些變數的到底是 我的Plus跟你的Plus到底是不是同個Plus 這些東西 還有Class命名法 這些Class是這樣子命名嗎 如果有一些另外的Class 像APIHandle了 我要去Handle 那我要不要加HTTP 我不知道加什麼什麼 這些都是很多問題 但這些問題其實 大家想想其實它都還好 為什麼說都還好 因為這可以透過溝通解決嘛 我跟你講好 你跟我講好 大家都講好 那大家按下Command F 然後replace掉所有的相關的文字就可以了 那最麻煩反而是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背景上傳 註解跟文件 這兩件事情反而是最麻煩的地方 在背景上傳的部分 我們之後採用了一個非常 在iOS 7以後才有配合到的東西 就是iOS 7之後 其實它的系統的HTTP Request 就已經支援了系統背景上傳這件事 所以這個也解決我們的問題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iOS 6的人就不能用 幸好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那個Mix Panel的統計 現在iOS 7已經到達了 85%以上的使用率 讓我們非常的開心 至少我們不用再為了 舊版本做任何的犧牲 對 或是讓你們沒有辦法 讓User們沒有辦法再獲得最完整的 這個獲得最完整的SDK效應 那註解跟文件的方式方面 我覺得應該是各個開發者 心中最大的Tone 因為沒有人喜歡寫註解 所以我們在Xcode裡面 導入了一個新的Plugin 叫VV Document 這個VV Document它其實蠻好用的 當你好好的寫註解 就是按三個項號 按三個斜線 它就會把註解的格式伸出來 讓你把每一個Mess的註解都寫好 然後它之後 它就會幫你生成一個像 Objective C的文件 非常的好用 對 那它就會生成一個這個Document出來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所以在這邊我又再次的天真以為 事情就會順利了 對 我真的以為事情就會順利了 直到我把這些東西全部交出去 然後跟我們的 跟我們團隊裡面的瑞南大大講了以後 它給了我一個圓堂的表情 它好好地思考了一陣子說 不如我們來進行Unitest吧 然後沒想到Unitest就是一個有趣的開始 然後 就是 而且這個Unitest其實在前天才開始做 就是我們趕快把test全部寫完 那 插口裡面剛好很friendly 也有支援Unitest的一些 function可以用 那 在 不test還好 一test我們就發現一個非常GY的 非常非常GY的一個bug 這bug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如果 符帽黑箱是十分GY的話 這個bug我想沒有七分也有八分 真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它的 這個呢 就是 這個bug其實就是 欸 點一下 GOTO4 GOTO4這個bug 我相信大家之前應該有看過 非常的SSL 這個bug 它在 它忘了加大括號 所以讓它 把東西全部跑到 它會再跑 多跑也是GOTO4 然後下面都會全部跑到 那不管只要它都會GOTO4 所以它 Apple真的GOTO4了 最後這家公司真的就在這邊GOTO4了 那 雖然說 不完全一樣 但我們也是在某一個Messor裡面 某一個 要判斷的Messor裡面 忘了加了Return 所以我們也GOTO4了 對 忘了加了Return 以至於下面的code 全部都讀到 所以我們真的也GOTO4了 所以 在這個部分 我真的覺得Unitess 不管怎麼樣 尤其是你要開發SDK的狀況下 或是開發一個 Public的Project的時候 Unitess真的是真的要做的地方 真的要做 不然你也不要期望 有其他人願意幫你做Unitess 他們只會跟你講說 欸 幹 你寫錯了 我不能用 怎麼辦 他們只會是有這樣子跟你講 對 沒有辦法 然後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 做完以後 我們接下來進行了 非常的強大的 code review 在code review的部分 其實大家 確定這個程式邏輯跑起來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最後 再 互相檢查一次 這個 互相檢查一次 我寫的有沒有錯 我的partner寫的有沒有錯 瑞南大大寫的有沒有錯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發現了一個 這個 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發現一個東西 就是 iPhone裡面有一個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知道 現在在場應該 有人不知道 share is tense 這個玩意兒嗎 沒有吧 有嗎 有人不知道嗎 舉個手讓我知道一下 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 有人不知道 那自己去google一下 沒問題 對 share is tense 其實它的作用啦 是 我們不用new一個 在某一個 method裡面 不用new一個物件出來 然後這個物件是一直存在著 就是它是share 給各個實體使用的 所以它的顧名思義 就要share instance 所以你在share instance的狀況的 有share instance的 method 你只要直接call它就好 你不用new 你不用把那個物件new出來 好 那為什麼會突然講到share instance 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我們本來希望 在網路的存取的部分 全部用share instance來做 但是我們發現了一個bug 因為這個bug讓我們決定 棄用它 還是大家都把實體new出來 然後我們再來做 是因為如果我們在這邊 採用share instance的話 會造成網路 會上資料如果在網路上 傳輸數字較久 會有第一個request跟第二個request的 資料是錯誤的狀況 可能我今天request了兩筆 然後第一個request回來的東西 它比較短 第二個request回來的東西比較短 所以它先回來了 但它回應的是第一個request 所以它第一個跟第二個request的順序 又錯了 這部分我覺得還蠻是一個經驗分享的啦 因為可能大家在寫的時候 在寫iOS的部分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要用share instance 但是我在這邊可以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如果 如果不需要 如果有要用到網路傳輸的話 其實盡量不要用到share instance 是比較好的一個處理方式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readme裡面 盡量建議大家這樣使用 這樣使用我們的 跑掉 好 跑 跑 好 建議大家這樣使用我們的sdk 就是直接去new一個物件 也不要給它指標了 就是直接把物件給new出來 直接code它的method就可以了 反正 因為現在插code 現在rjtc的code 它都有ARC 就是自動技術 挖夠小的 反正就是ARC 如果它這個東西失去指標 或它東西傳回來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把記憶體release掉 所以不用太擔心它會佔你很多記憶體 除非你一次request 大概1000折吧 那可能它就會爆炸 但我想在場應該沒有人 有這麼大量的資料需求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進入歷程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簡單的總結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覺得 在前期的文件啊 比想像中其實要花更多的時間 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做sdk啦 對啊 老實講我也是第一次做sdk API串了很多次 但是我第一次做sdk 其實做sdk這件事情 必須要花更多的想像空間去想 可能會發生的所有事情 這個東西就跟我以前看過一套漫畫 這套漫畫叫火鳳寮園 其中有一個人很厲害 每一條路他都會算 但我已經忘記他是誰了 他就是算 算出每一條路以後 再重新再算一次 然後每一條路 讓他所有的計測都可以順利的完成 就是像類似一樣的想法 所以你必須比你當初天真的以為 你想的這些事情想的更多 越多越好 第二個是在coding style規範 越嚴謹絕對是越好的事 這部分也是因為我們在寫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問題 讓這些東西沒有辦法順利的 順利的寫出來 或是在交換class的時候 會有些問題 是因為可能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或是我不知道你的寫法跟我寫法不一樣 所以在coding style的規範上面 如果越嚴謹越細 絕對是越好的事情 然後隨時都要co-review 教學相當是很重要 最好他在寫課的時候 你坐在他旁邊 你在寫課他坐在你旁邊 你們兩個相依相偽的在一起 我覺得這會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尤其當在做這種底層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 因為他沒有畫面嘛 他沒有辦法 他不是UI的介面 所以你沒有辦法透過compiler去看 你的邏輯有沒有錯的時候 其實co-review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下來是unitex一定要做 不管怎麼樣unitex一定要做 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這次的go to fall 讓我真的嚇到了 好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小小的demo 讓我來看一下喔 可不可以用demo呢 好首先我把 好我來開一個插扣專案 所以我們從頭開始 我剛剛已經開好一個test的專案這樣 好 然後他就是我剛剛開好的test的專案 然後這個test的專案我現在就demo一下 我要怎麼樣impost pixnet SDK這件事情 然後簡單的做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使用 我等一下會使用cocotapath 所以我必須先把這個專案給關起來 然後關起來 把它關起來 好 然後 然後 使用item 然後我的專案是開在我的那個 我的桌面上 所以 好 這樣看得清楚嗎 各位同學 好 好 好 等我一下喔 我來答一些字 喔爆炸了 喔你會忘了 好謝謝 好 我們現在看我們專案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test的資料夾 跟那個test的查扣的project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去 因為我已經灌好cocotapath 所以我只要下一個 只要pastsearch 然後pixnet 其實我們就會找到pixnet SDK 這個玩意兒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裝cocotapath的話 其實在google上面查cocotapath都有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很簡單的 你看這邊其實有一個 這邊好 這個玩意兒 我們先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去做一個檔案叫 這個 我們先把pixnet 然後先把pixnet 我們需要的 我們需要的是 iOS 然後 dode號 7.0 以上的版本 應該沒打錯吧 然後把這貼上去 然後 wq 然後我們就把par file給編輯好 然後這個第四次跟他講說 我接下來執行par的r install以後 他就會幫我把這些東西給灌好 就是我底下可能現在有網路嗎 非常的頻弱的網路 還好啊 好在他灌的時候我們聊一下天好 反正他等下就會灌好的 最近有人在打D3嗎 亞洲伺服器 可以加一下我 我最穩刷T2這樣子 有有有有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在灌 這些我們已經有bass的東西 然後他這樣就灌完了 他跟你講說我們灌完了 你現在要打開就不是打開專案檔樓 現在打開就是他的 workspace的檔案 所以我們就我們就打開test.xc walkspace 這個檔案 好謝謝 簡單來說我們剛剛的專案就已經長不一樣了 他就會把pad包進來 那好看一下喔 應該在這對 然後我們簡單的做一下 怎麼樣取得資料這件事情 我現在應該是在view controller裡面對不對 好首先我們先impose一下檔案 我們就看到打psnap 就看到psnap SDK.h 我們就把它impose進來以後 然後在這邊view delow的部分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call psnap SDK 然後因為我們有一個實體 就是有一個share extents 是讓你輸入他的consumer key 跟consumer secret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set consumer key 跟consumer secret 這件事情我實在還有五分鐘 好希望他做得完 所以我們就開了safari以後 讓我看看 不好意思喔 首先我們到psnap的網頁裡面 到最下面可以看到一個開發人員API的部分 去申請一個新的app 然後他會讓你登入 你就好說歹說 你就幫忙登入一下這樣子 不然也沒有辦法取得 cloud 然後我的密碼 我們就可以 做一個新的psn用程式 名字就是osdctest 然後其他的要打不打隨便你 要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 然後我們這次要做mobile app 所以就mobile app 然後這邊其實sstype就選modify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註冊了 就算有一個app以後 我們就會得到他的consumer key跟consumer secret 在這個狀況底下呢 我們就把它好好的貼過來 這個也貼過來 好 在這種狀況下呢 非登入的東西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試著用我們的sdk 然後去new它以後 去取得user的資料 然後可能我現在要查我自己 然後這邊是用block來做 所以這邊其實要去判斷它是不是成功的 如果是成功的話 就直接用slog來做好了 就是讓它顯示在下面就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如果網路是順暢的話 對我少了一個分號 如果網路是順暢的話 其實這樣子我們就要到資料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已經看compile它了 有沒有 接下來就是我們就已經把我們的資料要到了 是不是減少了非常非常多 你還要再去看文件 看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的困難度 下面就是 如果我去要匹克幫我的帳號的資料的話 下面就會有講說我的advert是什麼 然後我的blog在哪裡 然後我的username跟我的blog的網址在哪裡 其實它就很簡單的可以要到 OK 這就是我目前做的 那其實現在有包含album跟blog都有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玩玩 然後我們繼續快速的把最後幾樣講完 就結束了 OK 它現在已經開放了啦 所以你可以在git上面 Git上面可以在我們的public的reposter裡面 可以找pcnetiOS SDK 就可以找到這個玩意兒 或是你剛剛 如果你也有用cocoa parts的話 其實你在part上面打pcnet 其實就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OK 這個有要照相的或是有要知道的 其實可以記一下 我覺得這還滿好用的啦 自己都覺得 對於我們來講pcnet SDK 其實我們希望它之後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也有Android版本的 也有JavaScript版本的 或是更多版本的 但是我們就是盡量在今年年中之前 會把一些東西用完 OK 那這邊特別感謝就是一直支援我的瑞南大大 跟我們的很資深的工程師叫Dolphin OK 接下來是38點簡單的真人訊息 就是我們有在缺以下的人 如果有這些人在找工作的話 可以到外面的平方攤位幫我們填一下履歷 那Mobile PM跟Android跟iOS是本人在爭的啦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跟我聊一下天 我們可以談談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一起合作 這樣子 OK 最後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剩下最後一分鐘 好 請說 喂 那個 我之前有去你們的Pix的Hack Song 然後我滿感動的 因為你有寫SDK 然後上次我來串的時候 我也是跟你一樣的想法就是 他的那個變數散落在Document的各個角落 然後找不到 是是是 對 那我剛剛把你這個畫面載下來的話 我有幾個建議就是 你的Unitest 現在上面只有兩個 可是你的API大概有七八十條 所以還要再補一下 是 然後還有那個 你是用Covapaz而已嗎 那上面沒有那個Franwork或Library 之後可以把它補起來嗎 好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 因為昨天 昨天才上Covapaz啦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很多 文件的部分 跟沒有這個部分 但很謝謝你的意見 這意見我們都聽到了 然後我們會盡快的把這些 缺的地方給補起來 感謝 然後還有那些有些帶來參數裡面 像 它的那個 有些通常都optional的 然後可是你的Message裡面 都把它全部列出來 全部都要填 但是會到那個 串的時候多了很多 不必要的參數 這個部分我們會盡量 這個部分我們會盡量再改進 因為其實我們也正在想說 怎麼樣能要填 怎麼樣跟你講要填或不要填 這部分我們會再努力的 讓使用者更詳細的知道 應該什麼是要填 什麼是不要填的 好 最後一點就是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Sample Call 還有沒有問題 你到時候那個 我等一下來跟我要張名片 我寄給你 對 謝謝 還有其他問題嗎 OK 看起來是沒有 那就謝謝各位 謝謝